一張從未問世的黑膠唱片 卻在網路上引起瘋狂討論 開啟了一個素人歌手的意外旅程 這是天作之和劇場 跟演員黃世偉合作的音樂劇 叫做《黑膠男孩》 這個作品從黃世偉的個人故事出發 融入衝突的戲劇元素 作曲家冉天豪還大量使用 八零年代的歌曲 打造一場繽紛多變的one man show 你自己 用你的條件 能不敢在台上成為我自己 我要你仰著頭 看看我 我要你低著頭 求求我 天作之和劇場的新作《黑膠男孩》 以演員黃世偉的親身經歷為原型 描述神秘歌手沙格麗 因黑膠唱片成名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有一個核心 不是只要講我們自己的事情 其實要講的是很多 我相信連現在的年輕人 都可能忘記做的一件事 就是常常回去 找到過去的自己 過去的很多時刻 你要去常常問他 你當初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要去袖袖他 你要去撫慰他 你要去告訴他 為什麼人生 未來會找到這樣子的地步 其實這是一個跟自己對話的一部戲 官他的 只要不是偷來了搶來了 我才不管這麼多呢 是的 這整件事情還有相當多的 大家到處的在 黃世偉獨挑大樑演出全場 穿梭在不同的角色之間 不僅要演 要唱 還要半張跳舞 风雪不觉得多少 寒了春风的醉人 寒风也好 春风也好 爱你的笑 最困难的是时间 就是要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个角色的变化 一个形象上面的一个大的转变 然后要调整 因为每一个角色 会有设计不同的能量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形状 黄世伟回顾成长的过程 惨淡抑郁的时期 每当沮丧的时候 只有黑胶唱片陪他度过 挑战演出one man show 让他勇敢面对过去 其实演员本来就是要有一种本能 就是要把自己撕开来给观众看 就是自己再怎么丑陋 我再怎么不堪的 内在的或者过去的 都要有一种本事 要把它讲开来给观众去看 那我觉得我还在对一个我负责 就是小时候在唱 在客厅唱歌的那个我 我现在在做就是当时他在做梦的那件事情 他就是在梦现在的我在完成这件事情 在80年代风格的音乐交错间 黑胶男孩提醒观众 要努力找回过去的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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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